大家好 我是普攻美语的吴文老师 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句子合并 第一题到第五题 那在上课之前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在整个过程里面 你一定要把重要的单字 文法 还有句型把它笔记起来 由这个笔记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简单的短期记忆 变成一个长期记忆 笔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赶快看第一题的地方 他说 He's calling a big birthday card for Kevin yesterday made 他意思是说 Kevin做了一张大张的birthday card 给他的堂表兄弟姐妹 在昨天的时候 说很清楚这个made 你刚才是做的意思 所以我们先讲一下 他这个整个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昨天的时候 所以他动词变化里面就是一个make 他的过句是哪个字呢 过句是哪个字 made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动词变化的 OK 主词是Kevin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做了一个make a big birthday card 给谁呢 for his current 时间点呢 Yesterday 昨天的时候 OK 这里面重点我觉得是一个made 就做的意思 他动词变化是make 变成一个made 好 我们赶快看句子分析的地方 你看一下 主词哪个字呢 主词是Kevin 那特别记得哦 他的动词made for 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动词 他是一个事情动词 那事情动词之后呢 他会有两个受词 第一个受词是哪个字呢 a big birthday card 第二个受词呢 his current 这是第二个受词 那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呢 yesterday 昨天的时候 OK 然后 OK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的地方 他说 is snow a lot in Japan in winter 在日本冬天的时候下了很多雪 所以这个地方snow的用法里面 snow呢 他有两种用法 snow一个重点哦 他可以当动词的 他也可以当名词的 OK 这个地方他当动词 所以这时候呢 他要把它改成是名词的用法 是they 开头的 他们 they 这样子呢 snow 那重点哦 雪的部分呢 它是不可数名词 这时候用一个 a lot of 它是一个三个字的形容词 它可以修饰可数名词 也可以修饰不可数名词 那动词要哪个字呢 用have h-a-v-e的 they have a lot of snow 他们下了 他们有很多雪 那they就不翻译出来 下了很多雪 那时间点在什么地方呢 地点在什么地方 in Japan in winter 一般而言 他会把地点放在前面 时间放在后面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照照就可以了 in Japan 那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in winter 所以我们答案是 they have a lot of snow in Japan in winter 可以哦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题的地方 他说 why don't we jogging 建行直接走路 our hotel to the department store 为什么不直接建行 我们直接走路 从这个我们的hotel 到这个百货公司呢 他要依序来照问句 依序来照句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句是什么 why don't we 好照写就可以了 why don't we 那这个地方有个动词片 你要记得哦 它是个go 后面会加动名词go 后面加vng的 所以你看呢 jogging 它不能单独存在 要用go jogging why don't we go jogging 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它有个重要句型是 from a to b from a to b 说很清楚啊 从我们的hotel to the department store Your answer to the kitchen is why don't we go jogging from our hotel to the 什么地方呢 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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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 当然呢 他就要叫问号的 可以然后 这个地方有两个重要的句型 你要记起来 是一个go vng的 去做什么事情的 第二个呢 是from a to b 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这是你要记的地方 可以然后接下我们看第三题的 第四题的地方 我们已经到第四题了 加油了 他说这是一个good idea 做什么 付钱给这个toy 这样子呢 花了2500块钱 所以这个地方 他要重组 所以第一个句型是 is it a good idea 这是一个好想法吗 这是一个好想法吗 is it a good idea 他后面如果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是加不定词的 to 付钱买什么东西 你说老师 pay for 怎么记呢 你看到也是很简单 pay 你付钱 你看他付钱 你看他买东西的 这边有个东西 付钱买东西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他动词用哪个字 for 就可以了 所以是 is it a good idea to pay 付这个钱 付多少钱呢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dollars 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啊 nt 2500块钱 two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dollars 那要买什么东西呢 这时候用for for for the toy 所以他正确答案是 is it a good idea to pay two thousand and five hundred emt dollars for the toy 可以 好 你赶快把重点的地方 好 把它记起来 这个句型是重要的 pay钱 for东西 你要把它记起来的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题的地方 他讲说in the brown box 在这个棕色的箱子里面 漫画书 这些是 所以很清楚 如果他本身是一个肯定句的时候 this are this 链字的音号 this are 好 这些是怎样子吗 如果这个句子要改成问句的时候 你说 老师我知道的 主逼对调 句为加工号 没错 这只要主逼对调 这两个字对调就可以了 变成是are this 这些是are this are this are this 怎样子呢 coming books 是漫画书吗 are this coming books 那在什么地方呢 in the brown box 在这个棕色箱子里面 in the brown box ok 那我们赶快简单做一个句子分析的地方 你说老师主词是哪个字呢 主词是这个 this 这些 动词是哪个字 动词就是b动词 你看 这些是 后面呢 这就是补充说明 英文里面叫做主词补语 以后我们会教到的 那很清楚啊 你看这些是coming books 这是一个主词补语 名词当作主词补语来用的 coming books 后面呢 in the brown box 来修试 来说明这个books在什么地方 它在这个棕色箱子里面 所以这个中文可以翻译什么 棕色箱子里面这些东西是漫画书吗 ok 好 你再把它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要送到这里 那我建议说你在每次上课之前 上课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重要的答案字 文法句型 都应该把它笔记起来 从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简单的短期记忆 变成的长期记忆了 OK好 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了 再见了 拜拜